新北市中和的里长因为纠团去欧洲旅游 结果遭到外界炮轰 那么无独有偶 台中也有一名里长的太太被民众爆料 说因为不想要损失这一万块钱的团费 因此跑到土耳其去旅游 根据了解台中这一名里长太太 她在今年的二月底到三月初 和娘家的亲戚一起去土耳其旅游 对此呢里长出面来澄清了 说从他们出团到返回台湾 其实土耳其都没有宣告是疫区 他们强调自己的情况和台北这位里长纠团差很大 登上热气球欣赏日出同时 脚下就是被誉为世界奇观的 土耳其卡拉帕奇亚特殊风化地形 这是台中一名中性里长太太 二月底到土耳其旅游拍下的美丽风景 但是国际间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台湾数日间游土耳其的游人多人感疫 让周围居民好紧张 里长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 里长跟太太一起出面 驳斥是因为不舍退团 要被扣掉一万多元团费传言 强调这次旅行是太太跟娘家 去年九月就规划 里长本人没同行 二月二十七号出发前 还两次打电话询问疾管局 三月七号归国 疾管局都未宣布 土耳其是疫区 跟新北里长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一张张出油相片 里长太太跟同团友人笑得开心 里长跟太太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惹来批评 出面说明强调反台后 即使不需要还是自主管理 二十号之前不外出 澄清误会要李明安心 记者李明县SNG小组台中报道